另外還有一個最近這個習近平總書記 非常忙 一個就是印尼的準總統也來了 三月三十一號到四月二十二號 在中國大陸訪問 那三月二十號才剛剛當選 等於是當選十一天 就急厚厚的奔過來 那分析人士就用八個字來形容 叫做刑事特殊 內涵豐富 在上任前這麼急 卸票都還沒卸完 就先到中國大陸來 紀大使怎麼看待 這兩位領導人的訪話 這兩個國家對中國大陸來講 都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對 斯里蘭卡事實上 它在印度洋 這個扼住印度洋 這個中國大陸的生命線 為什麼 中國大陸這個石油 中東的石油都是走印度洋 經過斯里蘭卡這邊 再進入到麻六甲海峽 所以如果中國大陸能夠 跟斯里蘭卡保持好的關係 甚至將來能夠在斯里蘭卡 建設軍港 海軍可以進駐的話 對保障中國大陸這個能源 跟貨品的供應線來講 這是中國的生命線來講 有極大的意義 而且中國大陸跟斯里蘭卡 有戰略的關係 從1960年代中印這個 這個自衛反擊戰之後 中國大陸就把印度周邊的 所有的國家通通列為戰略重要國家 從尼泊爾到巴基斯坦到斯里蘭卡 到最近馬爾他 孟加拉 緬甸 事實上印度接壤的國家都是中國的盟友 那斯里蘭卡跟印度的關係不好 是因為斯里蘭卡北部有塔米爾族 它是跟印度南部的人種是一樣的 可是斯里蘭卡主要人口不是塔米爾族 所以塔米爾族一直在斯里蘭卡搞獨立運動 而印度因為實行大印度政策 也想把斯里蘭卡一起吃掉 所以斯里蘭卡對印度有極大的戒心 所以就中國跟斯里蘭卡變成天然的盟友 長期的關係都非常好 所以過去斯里蘭卡要發展經濟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上 斯里蘭卡就是一個重點 那麼幫他援建了機場 幫他援建了港口 結果這個港口後來因為斯里蘭卡 這個債務轉不過來 他長年租借了99年 由中國大陸把它租下來 最大的債權國 最大的債權國 那這個不是中國大陸主動的 而是幫斯里蘭卡解決問題 當然就是說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推動以後 西方國家戒心很重 以不斷地在妖魔化中國的這個 這個一帶一路的這種基建計畫 他們用的所謂的債務限級 就一直拿這個斯里蘭卡 這個海港來做一個例子 對啊 所以你怎麼看待 中國大陸這次是專機把它接送 因為斯里蘭卡現在欠債非常的多 它事實上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它舉債 其實中國大陸是不是可能就是說 屬於政府債它是最多的 這斯里蘭卡整個外債 大部分來分布的話 非政府債的話 它的最大的債主是 歐美的這個商業銀行 它用商業貸款方式 跟歐美商業銀行借了很多的錢 那麼在過去低利率時代的話 它的還款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可是美國暴力升息以後 這個所有的這個美金的貸款 甚至它的這個利息 漲了這個三四倍上來以後 斯里蘭卡就轉不動了 那再加上美國暴力升息 各國的這些資金都被吸回到美國 因為美國可以套利 那就變成它本國的貨幣的貶值 所以斯里蘭卡跟很多 現在第三世界發生債務的原因 債務負擔源都是一樣 都是美國暴力升息 所以呢 所以的款貸款的成本增加 本國的貨幣呢又貶值 那誇笑它這個它負擔更重 所以就經濱瀕破產 那在這個時候 它這個西方的這一些商業銀行 事實上它不會給它減債 也不會給它這種 所謂的免除債務 它只能找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原因就跟西方所宣傳的 斯里蘭卡是掉到了 一帶一路的財務陷阱當中 就不一樣 不一樣 事情完全不一樣 而且中國的基本上的 這個給斯里蘭卡 都是這種長期優惠利率的貸款 西方國家的銀行是為了牟利 給它都是三四四五%以上的利息 那所以真正的這個斯里蘭卡 現在它也不可能再找銀行 再繼續去 它只能找中國大陸 那我看中國大陸 跟它這一次這個會談 它同意協助 試過整理債務 可是呢 它沒有給它減債 它願意給它比較長的寬限期 跟什麼 跟一個利率的這種調降 那就是說債你還是要還 可是呢你可能你這兩年付不出來 你就這兩年寬限 好一點的條件 等你過兩年以後 你有錢你再還 然後給你本來借你的是2.5%的話 我給它降到2%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已經對斯里蘭卡幫了很大忙 因為斯里蘭卡到底戰略地位的中國大陸還是非常重要 那印尼這個總統事實上他10月才要上任 是啊 而且3月就跑去了 而且現在 他一天就來了 他昨天就已經到了 是很特別啊 而且他去的時候他講的還有四點他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要延續左科威長期以來的外交政策 其中包括對中國的部分 第二個他希望就是說能夠在這些 在這些經貿還有就是說 將來因為印尼要遷都啊 他要遷到加里曼丹 他從雅加達要遷到加里曼丹 這中間他希望在科技跟這些基建上 能夠跟中國大陸取得良好的合作關係 第三個他就是說他也希望就是說 這個強化去年10月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跟當時的左科威長簽訂的一個 雙方就是說加強好全方面的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個新的協議 那麼他向中國大陸等於說去做一個保證說這個協議 左科威簽的 那麼他還是會繼續 他會延續左科威的路線 繼續延續 所以雖然他現在還是國防部長 有人猜他是不是有國防的因素 其實是沒有 他主要是以未來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去跟中國大陸先把很多事情溝通清楚 現在也比較好談是不是 然後上任之後綁手綁腳 那個形勢就很多了 對上任以後他的時間就忙了 不過我覺得應該這是中國大陸的主動 因為這個就表示中國大陸現在外交的主動性很強 那麼印尼是東協的龍頭 那麼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國家 印尼還有一個特點他們自己很喜歡這個 他說他是全世界最寬的國家 最寬的國家 最寬的國家 東西很跨 跨度很大了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中國大陸如果能夠跟印尼的關係能夠穩定 因為這個現在這位總統 他不像這個 他是這個蘇哈托的女婿 那蘇哈托在任內曾經有過排華 那麼也有過壓制民主人士 他事實上話 而且他是留美的 他的裁法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為了要穩住跟印尼的關係 起碼維持跟左科威士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對這個新任總統 等於說破除形勢還沒有當選 就高調的邀請他到中國訪問 那這時候當然也是比較好講話的 所以我看事實上他當選以後中國大陸發了很多的新聞 都表示他們的這個中國大陸駐印尼的大使 是第一個對這個新任總統進行道貨的 雙方關係本來就很好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的外交不但是大外交 而且是主動出擊 這種還有六個月才會上任的總統 他六個月之前就已經請到北京去 可見的態度是積極的 大陸的外交操作真的很靈活 這個某些總統是需要可以用專機來接送 然後有的還沒有上任就來 所以你看到極其專業跟靈活 這是一個大國的特色